来 我问一下各位 有多少是这个企业家朋友们 请举手 就是卖货的 各位 好 谢谢 有多少是卖客的 都有 是不是 一手有客有货 是不是 牛 特别棒 然后大家对于出海这个事 有什么基础了解吗 有多少人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 跟财税没关系 有关系 你呢 你是做什么的 小门小户 调料品 调料品没有关系吗 还有没有人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的 出海 都有关系了 是吧 出海这个事 先说一下叫万物皆可出海 不管你是有食物产品的 有没有那种做大弊端的 什么卖什么螺丝啊 然后就是您做什么的 芯片 芯片是吗 对 就是对于大弊端的这种 也可以出海 然后呢 卖客可以出海 知识付费出海 是我今天也会提到的一个非常重点的板块 也是我们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 然后还有服务也是可以出海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内 所卖的任何一种产品 我们都可以以一种出海的方式 去赚老外的钱 所以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内卷的中国市场 大家觉得中国卷不卷 特别卷 然后卷有什么后果啊 就第一会不会打价格战 就是我们都逃不开价格战 是不是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会想尽办法去干嘛 做一些品类创新 比如说 这个水 矿泉水卷不过了 要卷什么 凉白开 对吧 非要去给你创造一个新的品类 叫做 中国人更适合喝开水 给你搞一个凉白开 然后才能有机会杀出重围 然后第三呢 特别烧钱是不是 就如果你要搞个品牌 有多少人做品牌的 我想看一下 就个人品牌也算哈 这么多做品牌的老板们 你们决定在国内烧个品牌 真的 就是你花个几千万 可能连泡路不怎么太冒 就没有 那太牛了 那一会可以分享一下 您的这个经验哈 就做品牌这个事很烧钱 对不对 然后呢 同行还要搞你 对吧 就这就是我们 其实在国内的一种卷法 那么但是呢 我们怎么去出海 怎么去 在几个维度上 去打开海外市场 第一个维度是销量和流量 就是国内的人多 对不对 那国内的流量 大不大 大 海外流量大不大 更大 对 国内14亿人口嘛 然后呢 海外呢 60亿减到14亿 剩下都是海外的 那这个只要我们去克服了一些基础障碍 比如说语言问题 大家觉得语言是问题吗 不是 语言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 因为有AI了 对不对 已经不是问题了 那打开这个小小的基础的障碍和门槛之后 那我们的路是非常的宽的 天花板是非常高的 但是这个点小门槛 去拦住了国内你99.9%的竞争对手 所以这个事儿其实是非常划算的 对 所以今天呢 大概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 就是产品 怎么去翻个10倍20倍的价格 去在更大的市场里面去卖 然后呢 品牌怎么去推 第三呢 就是知识付费 因为很多的超级个体卖课的老师们 你有很强大的内容和IP人设的老师们 那怎么把你的课程卖给老万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就是我们叫日不落 大家应该在那个就门口看到我们的一个牌子啊 这是我们的深圳子公司 然后我们的整个现在在全球有10个子公司 然后呢 我是马上过两天就要飞美国 然后新的芝加哥的office要开 就要挂牌仪式了 然后我们整个在深圳 然后成都长沙 义乌 然后芝加哥 拉斯维加斯 都有我们的这个office 然后